一只成年鳄鱼正伏在水里睡觉 突然它醒了 快速地往前游了一下 它又定住不动 张着大大的嘴巴想在等待着什么 原来它并不是在睡觉 它尽量保持身体不动 是在等待着猎物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 以速度和力量渐长的鳄鱼 看着面前游来游去的鱼突然发动攻击 一击命中 摆动强力地为把鳄鱼满意地往前游去 这才是开胃菜 鳄鱼知道很快就会有其他猎物送上门来 远处天空城外上千的狐狐正在飞行 它们喜欢夜晚出来活动 烈日当空它们正在争夺阴凉的地方 显然太阳晒得它们受不了 它们需要补充水分 补充到水面来收集水 大使它们的皮毛 不仅可以降温回到树上还能舔掉身上的水 水下的鳄鱼看着这一幕心里有点小激动 自己的肚子看样子是有着落了 悄悄地隐藏在水里丑着落下来的鳄鱼就是一口 失败几次很正常 鳄鱼很有耐心 周此随过来的一只狐狐显然发现了水里的鳄鱼 但实在是饥渴难耐 冒着风险去取水 结果成了鳄鱼的盘中餐 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来另外几只鳄鱼 更多的狐狐命丧鳄嘴 夜幕降临 很快狐狐都飞进树林离开了 鳄鱼总是沿着河流寻找食物 几只水牛正在水里喝水 远远就看到他们的鳄鱼隐藏在一边等待着时机 机会来了 鳄鱼潜入水里慢慢靠近正在享受水里清凉的水牛 一头小水牛来到了离岸边较远的水里 鳄鱼张大嘴巴一口咬住把它拖入了水里 这足够鳄鱼饱餐一顿了 另一边 一只小袋鼠渴的步行慢慢靠近河边想喝口水 谁知死亡正等待着它 一只鳄鱼在水底慢慢靠近突然冲出水面 一口咬住了袋鼠拉入水中每餐一顿 鳄鱼们吃饱后就回到红树林中消化它们的食物去了